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今天很快又是星期五 今天涨了112点 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收在14550突破警线 突破警线代表什么 我们先把这里拉近 7月 我昨天讲什么 我说1万4这个地方 有国安基金在护盘 1万4千5 这里是一个警线区 今天大盘怎样开低 尾盘拉上去 我说兜头不请自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警线突破了 这警线突破了 那接下来怎么样 第二波的买点出现了 第一波买点你如果你错过的话 这里你错过阳明光 四成到六成 这第二波买点 你要把握住 下礼拜开始 它是震荡盘间 但是不会大涨几涨 它一定是震荡盘间 所以我一直要 跟大家提醒 不要追涨 因为它是金金涨 不要追涨 阳明光能够赚到四成到六成 是因为我低买 买对而且低买 才可以赚到四成到六成 那相对的 大盘在这里是往下跌的 那对照一下阳明光 它是往上涨的 同样七月份 差别在哪里 六月跌了2800点 它六月刚好最后洗盘 大家恐慌的时候 记不记得我说最容易洗盘 结果呢 三四五六 七月在这里 阳明光已经怎么样 四成到六成 这个地方四成 这个地方六成 叫做教嘛 那我说第二波 站上景线了嘛 那第二波呢 你务必要把握住 就跟当初呢 在七月初的时候 我讲阳明光 对不对 这一条抗是七月嘛 七月的第一天 收黑 对不对 这里嘛 这个买点 我们在这里进场 会员都在看好 我们在这里进场 这样子 四成 可是大盘七月 它还是在这里 做主体 那接下来 这个景线突破了 第二波的买点 那有没有类似像 阳明光这种股票 这才是你要注意的嘛 你要做功课嘛 这个地方你不敢买 还情有可原 可是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你要跟上 这今天的标题 景线突破了以后 还有没有做空的老师 应该很少了啦 都在做空就有点怎么样 硬凹嘛 那之前这个地方 你要注意两个因素 第一个 国安基金一万事进场啊 第二个 这个天大的利空 台股没有跌 美股也没有大跌啊 那利空测试什么 测试底部嘛 升息室嘛 所以我昨天才会讲说什么 这景线突破第二波的买点 但是这个地方 务必务必要注意 不能追涨 我是告诉你 这个地方买点出现了 你错过了这里 这里你要进场 但是不要追涨 为什么我要一直强调 因为下午很多老师呢 又开始呢 讲一大堆股票 又开始在解盘 因为突破景线了嘛 因为利空不跌嘛 因为国安基金复盘嘛 都是在解盘 没有在操盘 那解盘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掌说掌嘛 然后又带会员去追涨 所以我才要提醒大家呢 特别的提醒 不要追涨 因为是金金涨 也不是一路马上大涨 我只能说这个地方 你要做功课 买对你才会赚嘛 低买赚更多 记不记得六月份的时候 大盘跌两千八百多点 我怎么讲 这八个字嘛 记不记得 各位去看网络看重播啊 我说物极必反 匹极 泰来 对不对 预告嘛 然后这个地方 阳明关嘛 这个叫操盘 轻轻松松 做教嘛 法人大股东 买进 你就坐车嘛 那目前这个阶段 我说买盘 不请自来 第二波的买点 你要去注意 你需要的是真正能 带你赚钱的老师 那这个地方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60分钟K线 今天尾盘这里 突破颈线类类 14500 这里打双底 双底是什么 国安基金造成的嘛 那这个缺口很重要 有没有回补 CPI的大利空 也没有回补缺口啊 所以这个底部基本上呢 是很明确的 那接下来要怎么操作 我们看今天我们对 会员是怎么讲的 我说大盘昨天 坐在14438 今天开盘呢 面临这里压力对内 震荡是必然的 偏多不变 这是尾盘 突破14500 紧线 技术面 基本面都是偏多的 这个地方如果再做空 就有点硬拗 那我们会盯住法人跟大咖 我们一步一步的换股操作 那我希望你要跟上 如果你错过了 7月初你错过了阳明光 你要跟上嘛 阳明光今天又算新高了 平均五成嘛 那这个地方相当重要 因为今天突破颈线 那美国股市在这个地方 稍微看一下 这是NASDAQ 也是有点主点的迹象嘛 那操作上 第一段我要跟大家谈 机会来了 一定要把握住 机会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这7月第一天机会一直都在 他现在涨到这里了 平均赚五成 低买很重要嘛 当然最近很多人在这里追高 那追高一样可以赚钱 可赚不多嘛 我们一路低买 我们在这一天拉回 还在买嘛 又涨停了 再往上走对不对 就是不能追低买 那类似这样呢 机会来了 你要把握住 那同样的 记住记住 只能低买 低买类似这样的波段的股票 一档一档去操作 那这一档是之前的 这一档是建汉 目前来到这里了 那除了建汉 阳明光以外 现阶段 有什么股票可以低买 下礼拜 我们带你进场 那目前这个阶段 你要去注意 机会来了 你要做好功课 立即出手 不要乱追乱买 又套牢 那或者资金有限的话 可以考虑当股会员 我们休息一下 多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 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知识专线 02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记得在7月8号 上礼拜五的时候 阳明光 圣达科都已经涨上去了 所以我说各股表现 那当股 当股会员的红保 在五月份 在六月份上个月 也是事成出调了 法人抬教 有没有 法人抬教 会员做教 我不会坑杀会员 那接下来 红保 他要出现什么 同样是工业电脑 接下来是不是 震华电出来了 那剑翰呢 剑翰是这一档 这一档是剑翰 已经涨上去了 圣达科 中壘制疫 一档一档 一档一档往上走 那本来是在测试底部 昨天对不对 那今天突破警线了 那大力光 台积电滑缩 我们来看一下 大力光阶继续涨 郁静光也继续涨 这是底部架构 这是底部架构 那光学国的指标是什么 阳明关 重挫主底 所以你会发现成长的族群 它是怎么样 它是轮流涨 但是你第一买才能赚 你不能追价 对不对 这是我一直强调的 因为这里突破警线以后 我说多头不请自来 做空的也应该会翻多了 那这个地方 不管做空有没有赚钱 先不谈 希望大家都赚钱 来这里做多是对的 但是不要去做追价的动作 这是我一直提醒的 譬如说像今天 昨天是跟大家谈 像汉蕊 我说什么叫兜头 什么叫兜头 除息之前有人赶俊买 就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地方 他是兜头 他今天除息昨天有人赶去买 他今天立即填席 是连长两天 那我们再看一下茂莲 茂莲昨天除息 盘下我们去买 这除息后盘下买 拉上去 今天又涨两天十五块 马上赚了 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谈的 金金掌的走势 务必要低买 我一再提醒你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赚钱 不要去追涨 机会是不是都在 昨天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昨天平盘下304到306 都买得到 昨天除息买黑 今天往上走 两天就十五块了 这第一买 买对股 立即赚对不对 要不要追 304到306 能不能成交 平盘306 一定成交 今天收多少 320 304 306 我们用中间305来算 320这样是马上赚十五块 立即赚嘛 这昨天 那后来呢 这涨上去 今天是也往上走 这除息 这除息 底部定高 拉回买点嘛 这样十五块嘛 如果创新高呢 当然赚更多啊 低买嘛 我的操作习惯很好 低买嘛 同样的问题啊 那当然你看好茂莲 你可以去追 但你赚的就没有我多嘛 机会都在啊 那这是昨天的事情嘛 那我说什么 我说多头市场啊 有人敢买进 参加除息 这个叫多头嘛 除息又秒天息 他是连长两天 茂莲两天赚十五块啊 那最近除息还有什么 采运今天也除息啊 田息 两天联二红嘛 那我要跟大家谈啊 是机会都在 那大盘突破警线了 务必要跟上脚步 但是还是要提醒你 这地方他是金进涨 方向是向上的 震荡盘间会慢慢的涨 金进涨 所以你绝对 绝对不能追价 那不追价呢 你才有可能赚到什么 赚到大波段嘛 当然你如果在这里去追涨停 你还是赚 但赚的不多嘛 低买赚更多 买对股才会赚嘛 就跟当初建汉一样啊 那我的操作习惯非常好 我只会想尽办法 让会员做教 那大盘机会来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机会一直都在哦 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来帮你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30名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支付专线02-2752-5868-2752-5868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命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城东斗铺拥有股票 习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昨天台积电华收会 还不错 营收获利第二季都创新高 第三季继续旺 简单讲是这样子 第一季赚7.82 第二季赚9.14 上半年赚16.96 下半年第三季比第二季好 所以今年一整年 大概可以超过30块 所以它往上涨了 那你看成交量 一大堆人 在6月底7月初怎么样 卖在最低点 或者是空在最低点 跟台积电同样的故事 很多人空在最低点 台积电之前 我跟大家怎么讲 台积电外置在这里一路卖 越卖越少 越卖越少 买到7月以后开始变买超 这划收会根本不用看 就知道要往上走了 那台积电一走 你要注意什么 注意台子 只要台积电一涨 外资一定用台子 又来再大赚比 股票赚 期货也赚 这个有没有事先讲 都有讲去看网路重播 涨到这里了 要不要追 这里景线又快到了 台积电是一个例子 很多股票都是同样的例子 低买才会赚 你往上追价 赚不了很多 那你不要做错方向 包括什么 包括森达科也是 这里除息 7月除息 田息 涨停涨停 目前在这里做整理 那整理以后会不会创新高 因为它下半年倍数成长 所以你说它会不会创新高 当然不是说叫你涨上去去追 但是类似这种股票 震荡的时候 你要逢低买 我再度跟大家强调 金金涨 不要追价 因为现在开始很多老师翻多 翻多又带会员随便乱买了 你要事先讲 譬如说像工业电脑 我们六月底就开始赚 振华电 红宝 那多数老师到现在7月 一直讲工业电脑 那我已经撞波段了 那同样的问题 光学股 像阳明光也是 那我说头归月良由不齐 大家都在解盘 不是在操盘 因为大盘大涨 突破颈限 利空不跌 国安基金 到目前来讲 今天大涨以后 都开始翻多了 那叫解盘 那解盘没有关系 看涨没有关系 那重要的是什么 你不能带会员去追涨 那追了又套牢 套牢又重複同样的故事 机会都在 这昨天的机会 看来昨天初期 今天又涨 那这样有没有赚15块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 头归月良由不齐 那你看融资大减回 融券还有53万张 开篇多了 国安基金在这里 我说你要翻转红利 七月阳明光 六月有什么 红宝 振华电 这个都是工业电脑 建汉 森达科 5G的网通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 那没有拉回 你做功课 看哪些股票拉回 就去买 但是就是不要追 你这样才能赚到 四成到六成 这七月第一天 这上去了 这上去了 那接下来呢 拉回我们再买一次 那接下来再往上走 又创新高了 包括茂莲 除息低买 这样子又45块 轻轻松松 会不会破底 技术面支撑 基本面成长 破底不容易 那如果这里破底 就是一点点钱 停损也可以 那操作上就是低买 那往上涨追价 你容易赔 那不只是阳明光 那你看整个光学族群 大力光也上去 这都是底部形态 但是连续往上涨 就是不要追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 对不对 那之前的当股会员 红保也是一样 我们在这里也埋 那后来是第三支涨停 那说证据在这里 没有一个老师 可以拿出这种证据 因为都是在解盘 不是在操盘 大盘突破仅限了 第二波的起场买点出现了 你务必要跟上 那类似 有没有类似阳明光这种股票 低买就可以轻松赚波段 切记只能低买 那这个地方绝对不能做追价的动作 低买你才可以赚到大波段利润 对不对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 七月份很多人还在赔钱 但阳明光已经涨了第一波了 那你要做好准备 下礼拜机会出现的时候 什么股票可以立即出手 什么股票可以立即出手 机会一直都在给自己一个机会 谢谢大家 本国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神圣语并自负投资人应独立则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打败懒得动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法人顾问吴老师 将功法人超盘